女生 你們現在準備什麼嗎 我們現在準備在直播 Fearth Mofa Challenge 要選出兩位,我覺得很打動我們的心 讓我們覺得印象深刻的選手 其實我自己人是蠻搞笑的 有時候比較活潑吧 所以其實我看到那個挑戰如果是一些很搞怪的 我會很興奮 異常的興奮 因為我覺得 嗯 沒錯這些就是我的粉絲 因為很明顯就是不進行 那個連結就是 譬如說像林宥嘉老師的粉絲可能就是會比較 溫一點 然後文靜一點 然後可是像我的很明顯就是很crazy 所以其實我看到那一些比較很crazy的挑戰的影片 我會很興奮 但是我其實我也很感動就是有一些比較是文靜的挑戰者 他們可能是利用文字來表達Muvan這一個challenge 不是這麼的搞笑 我就覺得很感動 因為就是這首歌跟我們之間的連結就是追夢 藉由他們的一些想像 或是他們對追夢的想法 所以他就可以藉由這一個challenge來告訴我們 這首歌對他們的啟發也告訴我們他們的想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會可以來互相交流 在這個追夢的路上的一些心路歷程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讓我蠻走心的 我想要講一下就是他叫做 Preparing Exam 他讓我印象蠻深刻的 他就說他分享這首歌 就是他最近一直循環播放的歌 因為會知道這首歌是因為 Sverna他在森林之王裡面跳舞很好看 謝謝 然後他說他高峰也是樂舞社的 然後看到跳舞很厲害的人就會幸福 最近的瘋狂愛上 他就看到我在節目上有一次是 因為我沒有接觸過rap 然後或是就被要求要freestyle 但我還是很盡力的去完成 那其實他對於這一件事情蠻有感覺的 讓他想到他那時候 他去年考太大法研的時候 他的名法完全沒有準備 因為一些因素啦 所以他覺得好像很難考上 但是他就是也是很努力的硬去寫一些東西出來 很努力 他至少try了 最後還是有一些分數 但儘管可能不是很高分 但是他就是還是很努力沒有放棄 我們都是這樣 有點遇到的事情都是有點類似 然後我們也做出相同的努力 這就是我跟他的一個連結 我就覺得 對我知道你當下那一個 努力的那一個moment的想法 因為我也有這樣過 然後我覺得 這樣子的人都是很值得鼓勵的 因為我覺得不簡單 所以我覺得蠻有心的 那其實曾經學蠻感性的 我們兩個各有不同的所好 還有不同的選擇方式 那我想要先問你會選 你選的那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最近有一個 國中妹的一個形象 就是國中妹的那個調 就是這樣啦 就是台妹啦 就是有乾哥又有什麼 乾姐什麼話勾的 可能會被Cover這個的人 認我們兩個為乾哥乾姐 我不知道 反正他操作手法非常 非常創意 然後他剛剛有留言說 他是冒著全班 他在全班面前做這件事情 我們兩個完全沒有說 就是我們要選誰 喔對好我去講大肆報一個 參與這一次的challenge呢 我們還要額外送簽名海報 就是只要你有參加VAS move on challenge的人 我們都會送簽名海報 來囉 都聲音轉過去 這個就是要送給大家的簽名海報 有參與這個move on challenge的都會得到 一 二 三 嗚呼呼 欸 你很心機很重 他的簽名超大的 沒辦法國中就開始在練習簽名 好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參加獎 謝謝你們喜歡 現在來到我們的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讓我們的 蠻不忘年畢業會不會上架喔 那希望大家可以先去 Youtube的豐富娛樂林一上 搜尋關注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必要上架喔 對 這是一個終身大事 跟節目一樣重要 對 非常重要 謝謝大家今天跟我們一起主播喔 好了 準備跟大家一起看 你們的MV業 我現在真的在做一件很大的事情 對 幹大事 然後邀請就是 一起幫忙的 大家 回來一起看 所以今天真的是 好像很厲害 喔 對啊 好像一起看手錄好像很厲害 I love you baby Só Bra organized 準備了 一個伊的去 一個完結 所以我覺得是 大 extrない大家的參加獎 因為拍攝是非常累的事情 然後大家都是絨拯深经 然後花一天一整天的時間 在這個上面非常幸福 非常幸福 然後撐過我相信 AMV出來是很厲害的 要謝謝攝影老師 還有他的團隊 還有所有演員 所有舞者 所有公司的人 因為沒有他們這支AMV 沒辦法完成 而且很多硬體軟體 技術上的當天都沒有失誤 就是很完美很順利 所以我們都很期待 這一次大家的合作是非常 非常和諧非常開心 講到想要哭 先不要 就已經算是我們兩個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以前可能都是會拍拍作品 都用手機而已 而且喔 我要說的是 我和Verna上一支影片是在山上 兩個在那邊 穿著不知道什麼奇裝衣服 然後在那邊跳 這樣 然後兩個還在那邊聊說 不知道會不會有正式的MV 或是很完整的兩個人的作品 你們在等很久了 2019年11月27號 對 就出來了 就真的有實現這件事情 天哪 來囉 揮手 還有 Woo You better try to slow but look far You think I'm not strong And I'll prove you wrong 忘了手脱get it done 忘了怎么退后 每份都放不清闲 只喊猛 I got everything So完全不要放弃 不要浪费那些努力 我想使用时间堆积 You gonna I gonna想了一夜 都不想吹 也不投卸却也难迷 苦语的失恋 变成一切体面 没有我冲破极限 说什么都要往前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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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其中一个角色这样子 但是一直都不是主人嘛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当主人感 实在是太过年了 谢谢大家 一起看这个首播 其实是内心很多感动 然后觉得看了的时候 再回笑说 当天就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很多准备 然后觉得 这个宝宝就这样子 呈现出来了 因为我们都是当给予者 平时在做dance 在做商业性质的时候 都是给予的状态 那现在就是 算是享受者 去享受拍摄的 而且享受这个过程 享受我们自己在创作 在不管是平面 不管是MV 每一个阶段都是我们很难得 从来没有过 因为我们都是 一直在丢 一直在给 一直在抛 可是现在是一直在收 一直在慢慢的渗透 慢慢的给自己 甚至也给到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对我们来说 生命中很 还蛮重大的事情 其实我们这一次 导演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然后他也是说 用强烈的彩色 就是去对比我们原的方法 我觉得导演很会 玩那个视觉 观众也看到 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 不管是快乐的 或是比较忧伤的 或是我们突破自己 都会有一个 特别的颜色去衬托 而且当中还有一些 小小的故事 就是很多演员的人设 还有一些故事性的衬托 像我自己最印象深刻是 有一个上班族 然后跟秘书 其实在这么死板的生活当中 其实他们也有梦想 其实他们也有理想的 恨不得他们要 让你这个正常的上班族 我是去想他们想要梦的事情 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说 也会会到我们自己 有很多的不同的看见 不同视觉 视角的一些认知 就是谢谢老师 谢谢导演的朋友 对 如果想知道你们最新的资讯的话 怎么办呢 嗯 一定要关注我们 风不如热的 IG还有Facebook 对 因为上面都有各大 我和温暖的消息 甚至很多 有关于味道的计划 你在风不如热都会 好像看到 对 声音乐